大家好 今天4月22日星期一 今個星期一定是進入期指結算週的轉倉活動 所以各次有很多東西可以動動 今天的市昇最主要的原因是 阿爺方面公佈有幾個方面的利好 應該利好到港股的 第一是給一些大牛龜上市 第二是容許有些ETF可以進入深港通的地方 然後還有其他等等的策略 其實這些都是以前提過過的 最主要的是公司要多些好派息 高些派息 日前有一篇文章 有二百多隻鐵公雞的東西 已經被人登報了之後 登報來就是丙你 通緝你 還有一件事你還不做 還不做的話就給你一個冠以惡靈 就給你的大頂帽叫ST ST就是危險股 不要買啊 另外最絕的一招是怎樣 那為什麼有些鐵公雞 他不肯派息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作為大股東 我可以肚然 我炒了炒高他 接著我就放貨 跌倒下來我又買貨 那我在這裏拿升降機 那我又不用派股息給你的 錢我有一堆 那見到這個就是毒食 阿爺就說毒食萬比 那就是這樣 再遲一點的話 就是我想這些 你再做得多些 頂你牌 不讓你上市 要是你就收工 就是這樣 因為爺現在的事 一定要做 搞好金融市場 共同呼籲 大家都在這個經濟的增長情況之下 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而不是你個人去增長 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就是逐漸逐漸 很多人對A股沒有信心 沒有問題的 看回3、5、7年之後 好嗎 那現在呢 你看到北水 你說它什麼都好 它基本是在那裡流入來 流入來 一直在上升 類似它的北水 就真正多於以前 差不多來到這裡的水平 那麼 不是遲一點 這些嗎 股市是一個 就是錢作怪的地方 錢多起床 自然就會有 有東西起床 這個好 那麼當然 這個北水流來 為什麼又會有這個 因為經常也有些東西 非北水的人 沽股票 好嗎 那麼 騰訊的南非大股東 阿里巴巴 沽這個 騰訊 阿里巴巴 然後再 輿銀沽阿里巴巴 接著就是這個 又會有南非大股東 沽美團 又會有 巴菲特沽比亞迪 等等 這些 出現這些 好 接著就是 今天 曾經一度升的四倍幾點 即是 有一半 一半的板塊 左右 是上升 那麼 最多的板塊 升了是四點幾% 這個是半導體 是半導體 是半導體 是很少 升到有四點幾% 那麼 那麼 那講講什麼呢 那麼我們 稍微看看 好嗎 好 好了 半導體 升了4.5% 上了排名26% 今天 升了 升了 那麼 那麼 保險 這個就是 法國製品 一直都是在這個高位 相對高位 也是 製造業有所需要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是半導體 半導體裡面 就是這一隻 真是 勞動科技 真是 唉 不行 升了4 先 那麼 升了80% 所以 拉高全部 撇除了這個之後 整個半導體行業 不是說升那麼多 不過 其實半導體升 起 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四 都已經有出現 所以這個 可以看看 留心 紫和林業產品 也是小的 拖高 不過 其他 你看到 這些大的 紫的製造業 也有上升 因此 這個上升 比較實在 然後 我們看的 就是保險 也是小的 拖高 不過 你看到 其他的 整體的保險股 方面 大隻那些 都會升 那麼 這個反映什麼 這樣 除了 友邦和 宏里之外 這些 國內保險股上升 代表了 國內的 投資環境 已經是轉好緊 他們以前買入的東西 不用那麼 興奮 即是 算手難腳 興奮 接著 有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 就是 在這裏來說 東樂留意 一直都叫大家留意 東樂 它是做氫氣的 那麼 阿爺方面 就是 國內 氫能源 將會有所重要的地位 還有 理文化工 業事化工 這些是傳統的化工股 還有農產品 農產品 就是有 附近中的控股 等等 升級一毫子 會變得這麼多 農產品之外 這裡 我也是這樣說 阿爺方面 很著重農產品 農業的 不過我們看到很多農業 慘在在 很多東西都沒得上市 例如 最近 中國 跟俄羅斯 簽了一個 5年 還是10年的協議 就是 輸入了大陸 是一個 有1800億的農產品 在未來 好像是5年 還是10年 這個我不記得 跟俄羅斯方面 最主要是 因為一帶一路 鐵路好之後 跟著就可以 來得到 那麼 中國 找這麼多農產品 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 撤掉了 跟美國方面的 那個 是 拉拉 因為如果 美國 我在這裡說定 美國 一定會用農產品 打壓中國 如果中國 不去開闢其他農產品的資源供應的話 第二件事 這個是 大豆 是 其他的小麥 我們都沒有 大豆沒有的話 就會將 豬肉價格貴 雞貴 還有 豆油類貴 那麼中國的通脹就會升上去 現在有了一個穩定的供應的話 中國就可以很簡單 在食品行業這方面 解決到 被美國佬捏死的問題 所以最近 中國就可以說 我不要你美國的小麥 就是這樣 所以 跟 美國 跟中國方面 要開的 剪押的形勢 是全方位的 那 至少還有金融業的 我至少有文章去寫 農業都會有文章去寫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麼 我們看看完之後 這裡之後 我們看看 在國際版派出現 當然 很開心 騰訊 又沒有被人沽 不過騰訊 都用很多錢 來頂住 去買自己的股票 回購的 那麼 融負基金上升了 美團 這個就升了 那麼 那麼 再其次 那麼 你看到 那 南非大股東出來 估播的 不錯 那麼 然後我們看看 這個是其次 其次 其次方面 來到 搜到這裡之後 那麼 又淡上去 那麼 今天那個利好消息 是否可以 是確實地 是支援到股市 再升很多呢 是否未必 因為其實這個消息 以前已經有類似出現過 那麼 即使說 現在的耶華 請你去撕銷我 那 第一件事 就先把消瓦給我們 那 另外一件事 香港投資者 可以不喜歡吃消瓦的 過小時吃叉燒 那 如果把消瓦給我們 就給錯了 那麼 當然 不一定是這樣的 不過 香港很多投資者 就是看不起A股 嘛 喜歡看起些 嘛 就是 連Winder 那樣 最近就輸鋪死 那 這很簡單 美國的晶片股呢 差不多 以前都說過 去到差不多 就沒有了 因為 美國是不會減息 好 那 遲些 我已經在這個文章 一直都說過 已經 在三個月之前 已經說他不會減息 那麼 上個星期 白威爾說 我減息可能沒什麼忙 其實他怎麼會做 其實你都減息 他說我會減息 我會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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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你吃 這個 哄鬼吃豆腐 不過 終於被人哄都沒法指 那 好了 暫時的趨勢 應該會挑戰165 165 就是這個保利家通道的中軸 先升穿上去 先升上去之後就會好 基本上 現在那個 在成交量方面 是活躍了 成交量活躍了 這個是比較好些的形勢 那麼 到明天的話 這個整體的成交量 應該會升破了 這個平均線 這裏 五天的平均 應該是可以這樣的 那麼 那 中期形勢應該會挑戰171 就是大力保利的通道頂 那麼 暫時就在這裏 這裏都徘徊了 是吧 是 保利的通道之內 是徘徊 好了 我再跟著 看看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那 可以留意一會兒 是太古